关注总舵主,你啥菜都会煮 家里还有一点点的虫草花 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经典的虫草花蒸鸡 首先三黄鸡砍煎之后 加一点姜和葱 再加适量的盐和少许的鸡精 一点点的白糖提鲜 少许的胡椒粉还有料酒 再加少许的生抽还有蚝油 增加它的一个酱油的香味 接着我们把它的一个调味料 捞均匀 捞均匀之后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生粉 继续的拌均匀 生粉的一个作用可以锁住肉汁 这样的话蒸出来更加的滑嫩 紧接着我们放入泡好的虫草花 再来一点花生油蒸香 按照这个步骤继续的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腌制好后我们开始装盘 平铺盘中这样的话 它的一个熟度会更加的均匀 水开上汽 大火大概蒸了 9分钟左右就溃了 具体根据你那个坎件的大小 出锅之后我们来一点葱花 浇上热油激发出 那个葱花的一个香味 这样做出来鸡肉十分的嫩滑 且带有一股淡淡的葱草花香 请问您学费没有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